你好 欢迎回到小美读书 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The Infinite Game 中文翻译成无限的游戏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鼎鼎大名的Simon Sinek 就是写从为什么开始创建黄金圈法则的那位作家 Simon写的书通常跟商业领导力都有关 这本书也不例外 但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感受是 它不但能帮助我们理解如何经营好一家成功的企业 更加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自己人生的一些底层算法 让我们重新理解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事业 重新看待我们身边的人 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 那接下来就为你分享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五点启发 那么第一个启发就是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两种 那什么是有限的游戏呢 通常指的就是有明确的游戏规则 明确的时间节点 非常容易判断出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的这些标准 比如说很多的体育赛事 那另外一种就是无限的游戏 无限的游戏通常没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 或者这个游戏规则随着时间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那么在无限的游戏当中 很有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赢家或者输家 只有暂时的领先或者暂时的落后 那么理解了这两个概念之后 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发现 其实很多的公司 很多的企业都在玩一场有限的游戏 如果这些公司非常关注的是他们的盈益额 市场占有率 追逐更多的客户 或者是更高的股价等等 那往往他们都是在有限的游戏当中 那用无限的游戏的思维方式去经营的企业 其实也很多 比如说苹果 比如说特斯拉 那么以特斯拉这家电动汽车的公司举例 他们的愿景并不是要造出性能最好的电动汽车 跑得最远的电动汽车 不是的 而是他们希望能够推动人类清洁能源 新能源的发展 那么正好汽车是推动愿景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Elon Musk 把所有他们花了大的价钱 大的人工成本 开发出来的一些关于电动汽车的知识产权 免费分享给竞争对手去使用 鼓励更多的车的厂家进入的这个领域的 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愿景不一样 他们玩的是一场无限的游戏 那么第二点启发 就是任何一家优秀的企业 都必须有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团队 如果团队之间有话不敢说 不能坦诚相待的话 这家公司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马云之前说过一个例子很逗 他说一家餐馆会不会倒闭 来吃饭的客人第一个知道 餐馆的服务员第二个知道 而这个店的老板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公司如果有问题 上下不能齐心 或者整个公司的团队的文化 不是那种鼓励大家敢于发言 敢于指出问题的话 那么等到公司出现重大的危机 那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那书中作者能用福特汽车这家公司 曾经遇到的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刻 举例子 就是当时他们的企业文化 就是谁要是敢说实话 说出公司有问题就把它开除 或者调离岗位 结果最后就大家都说好听的 大家都说公司没有问题 但其实公司已经市场份额 被人抢的都差不多了 所以一定要鼓励我们身边的人 敢于说实话 这是每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的职责所在 我们说一家公司的一把手或者CEO 其实重要的职责有两点 第一点是打造整个企业团队的文化 第二点就是为企业制定发展的战略 那按照书中作者来说 其实还有第三点 就是应该增加一个为企业发展的愿景 他叫做CVO Chief Visionary Officer 那么给我带来的第三个启发 就是我们看待竞争对手的态度 可能要发生一些改变 我们并不一定要喜欢我们的竞争对手 并不一定要认同 所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做的事情 这个竞争对手 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同一个行业 很有可能也来自于完全不同的行业 但是他做的一些事情 是我们希望能够学习和做到的 那书中作者管他叫做Worthy Rival 如果能找到一个好的竞争对手 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大幸事 因为我们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 并不是外边的人 不是那些同行 我们真正的对手应该是自己 应该跟自己的过去相比较 我有没有比上一次做的更好 我这一期视频 是不是比上一期视频讲的更清楚 而不是跟其他人比 我有多少个订阅 我有多少浏览量 我卖出去了多少个产品 我的市场占有率是多少 那竞争对手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是帮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的优势 知道自己的缺点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不停的改进自己 不停的迭代 不停的成长 所以我们应该爱护我们的竞争对手 如果能够真的遇到一个非常强大的 非常好的竞争对手 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四点启发 就是我们做人或者做事 都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和动因 书中作者把它叫做just cause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因之后 当遇到一些艰难的抉择的时候 或者遇到很多的诱惑 很多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高效的做出一些决定 做出一些选择 尤其现在这个环境 公司经营当中很容易被资本所左右 或者是受到压力 关注的都是短期的这些财务报表上的数字 一些经营的业绩 或者是股价等等 书中作者用很多的实际的案例 给我们分析了 越是关注这些短期利益的公司 越可能倒闭的很快 越是有长期的愿景 长期的这种正当的理由的 这种公司 越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无论是环境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企业都能很好的活下去 而活下去 一直留在游戏当中 不离开这个游戏 才是无限的思维方式 所以做对的事永远都不错 最后一点启发的就是 我们可以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用无限游戏的思维方式 去过我们的人生 去做我们的事业 这样的话 眼前的一些得失 一些输赢 突然之间就变得 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看待身边同事 同行 竞争对手的目光 都会变得更加温柔 因为他们在帮助我们 获得更多的成长 每一个人 有自己的时间节奏 有自己的时间节点 有的人少年得志 有的人大器完成 我们并不需要拿自己 去跟身边的人 做太多的比较 做好自己 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最后我想用高领资本的张磊的一句话 结束今天的分享 就是流水不争先 真的是滔滔不绝 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如果想收听这本书 60分钟完整的语音解读 可以到屏幕下方的这些平台 去搜索小麦读书 就可以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 这本书作者的一些演讲 一些采访的视频 可以到我们小麦读书的官方网站 maxbookclub.com 就可以找到 我们下本书见